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业务价值增长 这些速度可以比起过去几年都是大幅提升的 业务本身可以明显地改善业绩进入改善复苏的周期 另外盈利大增也是行业的利好因素有些扣税的政策 就拉动了他们可以说是一个非经营性的一期性的收益 但是如果说基本的基本因素 国收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复苏的阶段可以看好的 那今天来讲的话也是中国人寿也是在H股两地都是表现不错的 那您给到的这个目标价是21元钱 那目前来讲的话您会觉得建议大家去买入吗 现在可以买入的或者因为今天涨得比较多 如果比起现在水平稍微有一点的回落 我觉得已经可以是买进的机会了 21块是很短线的一个反弹的目标 就是在之前那个比较重要的反弹的高位 但是今天大元族的顺穿了一个过去半年的下降轨的阻力了 这个股价应该可以说是确认的转强 如果中长线随着基本因素其实的改善业绩有点的 比起同业有点坠落后之后呢 估值应该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因为现在的估值水平挺低的 股价相对内含价值只是0.6倍左右 比起过往五年平均要低一个标准差 所以如果当然是估值回到过去平均的话 已经有不错的上升的幅度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大豪呢 看到了国售引起之后呢 也是给出了一些这个观点 看到大摩就认为啊 已超出全年预测约一成 新业务价值增长仍然是股价主要的催化 瑞银呢就将国售今年盈利预测上调至580亿元人民币 但是由于预期投资收益难以维持强劲 以及它的息率下跌将影响到行业的盈利 明年及2021年呢预测只有轻微的变动 摩通呢则指出说国售股息率是有3% 现时呢市场对国售的一个预测过低 预期国售将获得市场调高盈利预测 所以维持了一个增持的评级 它的大行普遍的一个观点是比较乐观的 但是好像也会预计说明后两年来讲的话 可能它的一个增长幅度不会太高 而且早前我们也是有跟嘉宾在聊啊 就会说它近期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有点快 所以市场可能有会担忧一点点 那您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忧吗 如果说未来的业绩增速放黄 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经过了今年大涨之后 这个盈利的幅度 明年后年的盈利增速肯定会放黄 但是因为过往的这个经济效率比较低 特别是比起另一个龙头平安 一直两支的业务业绩跟股价都看得很大的分别 但是国售就进入那个改革的收成器 应该明年后年的这个核心的盈利 或者是新业务价值还是保持比较高的水平的一个增速 所以可以其实推动股价的 最近反弹其实幅度也不算是很多吧 18块涨到现在一成左右 这个双升的动力还算是挺大 刚才所说胜传了下降轨的主力了 那我们看到它最新的报价是19块7 今天的上涨的幅度目前是5.12%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同时除了这个中国人寿之外 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保险股也是相继有一些数据出来 我们看到像是中国泰宝 首9月的保费收入是按年升8% 平保它的首9月的一个保费收入也是按年升9.5% 那对于像港股当中的一些内险股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目前总体来讲是比较上好的 你会怎么样综合来看待整个板块未来的一个发展 除了中国人寿之外 还有没有哪些个股大家可以留意的 整个板块今年应该也是比较高的增长的 特别是收嫌股一直都有一些政策去积蓄这个收嫌业的发展 比如说对于他们的投机的限制有一点方框 其实有这个政策上的利好 刚才提到有一个可以说一期性的利好扣税的政策也推动今年的盈利 如果这个国售之外 另外一局我们比较看好的是泰宝2601 他们也是政策比较高的一局保险股 规模暂时没有国售跟平安两只龙头那么大 但是他们的增长性也是挺强的 所以未来我们还是要看它的这个增长性 以及新业务价值的一些增长 才是大家会非常比较留意的一个核心的点 那我们看到像是丹牛刚刚提到的 中国泰宝最新的报价是29.8 今天也是上涨了1.36%这样的一个水平 那现在来讲的话可以说在这个板块当中 也是像丹牛推荐的 大家也可以重点去留意的 因为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中国人寿涨幅还比较大了 那像是中国平安也是之前 然后大家对它的这个关注度就很高 其实估值也是相对偏高了 那中国泰宝来讲的话 也是在这个板块当中 大家可以重点留意的 那说完了一些这个内险股之外呢 大家可能也会要问了 那本地的一些保险股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几率是什么样子的 看到呢花旗就称啊 中港的这个保险通可能很快会落实 那如果真的落实的话呢 会对于有帮有力 花旗呢称深圳银保监局 目前日前呢 它是发出了征求意见稿计划 在前海推出它的一个试验计划 那成立跨境保险服务中心 在中港持牌的中介机构 可以是进驻成立 那内地持有本港的保单人士呢 可以在服务中心处呢 去处理所长 花旗呢就相信 随着跨境服务中心成立 跨境保险销售呢 变得更加可行 而以中介机构取代保险公司 也可以消除主要法律 及监管的障碍 相信提升服务方便 也可以提高内地买家投保的抑郁 长线呢对于友邦是比较有利处的 相信呢保险通一旦开通 友邦会是最受惠的 但是短期股价呢 仍然会受到本港市卫活动的影响 估计下半年的一个新业务价值 只会有6%的增长 友邦这段时间来讲的话 也是受到本港局势的一个影响 其实它的股价也是 从早前的一个高位是回落了一些了 但是好像这个 我们所说的保险通 之前大家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讨论 声音在这其中的 也不知道之前是不是已经在这个股价方面 有所体现了 那您会觉得说 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去搏一搏吗 搏一下这个保险通正式落地 然后给出一些利好的释放 今天水平我觉得是很好的 吸纳的水平对友邦 或者是之前那些调整的地位 其实上左右就更加好了 是 之前最近几个月都是一直受到香港 所以之前说影响 担心内地客就不来香港买保险 但是一方面现在可以冲紧保险通 方便内地客买一些境外的保险产品 作为一个区内的龙头的友邦 肯定是其中一个最受惠的 另外可能最后也会炒作 内地再加快开发金融业 之前当然某程度已经反映了这股价 比如说在6月之前 香港出现一些社会事件之前 就是炒这方面的 对内地加快开发市场 但是如果香港的时间慢慢被消化了之后 土地也在这样的焦点回到友邦的成长性 那时候股价应该可以重新进入 这个增长的轨道了 那现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是75块3毛5 其实相对而言 你会不会也觉得是可以买入的位置呢 现在是不错的买入的位置了 香港的这方面的业务 当然有一个短期的影响 但是友邦也不是单靠香港这个业务 在东南亚其他国家 也很多都拥有一个领导的地位 其实有一个高增长的 所以业绩方面也应该不会太过历史上失望的 虽然短线有一个放缓的压力 但是中长线还是比较亮丽 可以称现在比较多的坏消息的时候 先累积买入了 那如果要是给到一个目标价的话 短期之内您会觉得说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吗 如果短线可能还是草波幅的一个格局 可能在80块 之前的反弹的水平有一个阻力 但是买友邦的话 我相信可以持有更加长时间 也不是单单看几个percent的一个胜幅 应该可以持有长线 做一个增长股 一个核心的持股